中国历史上,在唐宋主流王朝衔接之间,有一段时间极为短暂,局面也特别混乱的五代十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政权走马灯般的变换,那时也就出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笑话的事情,其中,一件有趣的事情就发生在后周太祖郭威身上,当时他还是厚汉的大将,一天,汉隐帝将身边几个看不起自己的俯尘杀掉后,准备顺便干掉统兵在外的将军郭威, 可是执行命令的人不但没去杀郭威,反而还将消息泄露出去,郭威知道消息后,常年征战杀法果断的他,当然不肯坐以待毙 于是他伪造了一份圣旨,对于自己的那些新妇将领说,皇帝让我把你们都处决了,那个年代,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这些有兵权的将领都信以为真,谁都不想死 于是他们就跟着郭威反了,读历史,您是理,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郭威能成为将军自然不是一个庸才,他得知此事后,非常果断地做了一个决定 他假冒圣旨,谎称汉隐帝下令让他臣服,投名状就是让他除掉新妇手下,证明自己 随后他让人伪造圣旨,请人仔细斟酌过后书写他想要的内容 圣旨做得以假乱真,内容也是逼着郭威手下的将领们造反 毕竟此事是真的,郭威已经知晓,他们已经没有机会除掉郭威,只能助纣为虐 郭威第一个将圣旨拿给麾下谋臣副将看,此人一眼就认出圣旨是假的 也明白郭威当前的处境,问道,我支持你,辅助你杀尽开封,我们去收复其他人 郭威跟副将相交莫逆,早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郭威手下的将领一听竟信以为真,他们中了郭威的奸计 不假思索地决定跟着郭威干,以此来保全自己的性命 毕竟他们都掌握着实权,随后他们带领部队拥护郭威,决定奋起反击 不做那个带宰的羔羊,获得众将士的拥护后,郭威集结部队带兵打回开封 准备夺取汉影帝手中的流失政权 郭威为了让众人死心塌地的臣服他,许诺道 只要能帮他打进开封府,城破之日让他们劫掠七日 众将领一听非常高兴,这代表他们能发一笔横财 此时的开封是皇朝首都,城中无数富户和朝廷重臣的府邸家眷 这一次劫掠可保他们一世荣华富贵,在谎言和利益的威逼利诱下 郭威手下的将士们纷纷同意造反 很快郭威就拉起手下的部队,打着清军策,诸奸臣,保皇帝的名义 集合部队一路进发,一路向南攻向开封 郭威所掌握的部队是当时朝堂上下最精锐的部队 郭威和他的部下一路势如破竹 所到之处纷纷投降,并加入郭威的部队里 随着郭威离开封越来越近,他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汉影帝是个非常有野心的人 他得知郭威杀相开封,就知此时无法善了 他拿郭威的家人相要挟,却没有用 汉影帝恼羞成怒之后 下令处死郭威的家人 宝贝女儿被汉影帝害死,也彻底惹怒郭威 随着郭威大军兵临城下 汉影帝才决定带兵逃跑 可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守城部队略微一抵抗 为了保命就选择投降 郭威则是带着部队追上逃跑的汉影帝 在乱战中杀死了慌忙逃窜的汉影帝刘成佑 郭威的部队轻而易举的 就拿下厚瀚的皇城首都汴京城 随后郭威信守承诺 让手下及其军队劫掠七日 郭威的手下没了约束 肆意妄为,劫掠开封 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无人约束下,开封很快就成了一片人间炼狱 洗劫开封的第三天 副将前来报告郭威 将军您再不下令,开封就成一座死城了 郭威听完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立马下令让手下停止洗劫 随着郭威下令,开封才没有变成一座死城 进入开封后,郭威并没有着急称帝 而是顾虑良多,不敢擅自称帝 反而将汉影帝之子抓来当成傀儡 借助他的威望和身份来携天子以令诸侯 汉影帝之子刘云表面是他的亲生儿子 实际上并不是 而是其弟弟方王刘虫的儿子 郭威知道此事 是想借助刘云来麻痹远在北方的刘虫 希望能一口吞下这一大块土地 彻底解决后患 郭威小时候出身很普通 家境的原因 刚出生他,就是一个孤儿 幸得好心邻居的帮助 才得以存活下来长大成人 他很感激将他养大的邻居亲人 从小的经历让郭威学会隐忍 变得很有诚服,也够狠 郭威生逢乱世 历史上五代十国这一时期战乱不断 各朝各代政权更替不断 外有契丹外族虎视眈眈 郭威成长得很快 他参军后在李继涛的麾下学习进步 从一个小兵一步步成长 坎坷的人生经历让他很懂得 隐藏自己的野心 很快适应社会的生存之道 变得左右逢源 在那个混乱年代 有时候娶一个好妻子也非常重要 郭威意外认识了美丽动人的妻子柴氏 柴氏很聪明 对他的帮助也很大 为其生下两个儿子三个女儿 随后他得到李继涛的重用 成了他的亲信 可没过多久 李继涛就兵败被杀 郭威能屈能伸 很快就投降到了敌人的麾下 在这个乱世 郭威非常有上进心 一直读书努力进步 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郭威为了活命 多次更换主子 最终才跟随汉影帝父亲刘之远 征战天下 随着契丹入侵打进开封 掠走后进太子 后进正式宣布灭亡 刘之远随后抓住机会 在郭威的辅助下登基称帝 可随着刘之远称帝后 郭威手握后汉军事大权 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掌握着后汉最强的军队 此时还是一副君臣和睦 其乐融融的景象 可随着后汉高祖去世 汉影帝也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 他不想有任何威胁 所以下令处死郭威 暴露后被其杀害 郭威挟持刘云登基后 挟天子以令诸侯 可没过多久 曾经使得后进灭亡的契丹 再次袭来 得知此事的郭威 立马带兵出击 赶走契丹大军后 军中民间都出现 声音拥护郭威成帝 因为军中 害怕刘氏再度掌权之后 会秋后算账 民间则是被郭威迷惑 认为他能够给全天下带来和平 结束这混乱的时代 郭威在民心的裹挟下 决定登基称帝 此时郭威想明白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这么简单 而是一个沉甸甸的责任 虽然打进开封时 他让手下的士兵肆意妄为 这也是无奈之举 他要安抚手下 不然谁会跟他卖命 郭威这位皇帝一生有好有坏 前半生恶名多 后半生名声开始转变 后世人对他的也是褒贬不一 他是一个为百姓着想的明君 他对于贪官污吏是零容忍 直接下令处死 贪官死后 他下令安抚其家人 南唐地区大汉的时候 无数灾民流窜到郭威统治的地方 他下令善待这些灾民 拿出钱财来救助这些百姓 后周开仓震灾 救下无数流民的姓名 结果中弹后 郭威不贪图享乐 勤俭节约 只为做一个明君 郭威称帝后 是位开明的皇帝 治国有方 让经历近半个世纪 战火荼毒的中原 得到了片刻的休息 周朝也逐渐趋于稳定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 郭威没有子嗣 他的妻儿 在他造反时均被处死 郭威只能把妻子的外甥 认作儿子 就是后来的柴蓉 郭威死时遗言 所有丧事一切从简 可见 他不仅是骁勇善战的武将 更是忧国忧民的好皇帝 郭威称帝后 是位开明的皇帝 治国有方 让经历近半个世纪 战火荼毒的中原 得到了片刻的休息 周朝也逐渐趋于稳定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 郭威没有子嗣 他的妻儿 在他造反时均被处死 郭威只能把妻子的外甥 认作儿子 就是后来的柴蓉 郭威死时遗言 所有丧事一切从简 可见 他不仅是骁勇善战的武将 更是忧国忧民的好皇帝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 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 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我没有想述 我们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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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